2018年林世杰代表民进党参选第九选区议员 当时的台南市长参选人黄伟哲一同站台拉票 机关角逐议员失利林世杰去推女儿林依婷出来参选还当选 妇女两在地方政界人脉相当广 林世杰也曾po出和前内政部长徐苟勇的合照 不过现在却中枪身亡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杀机还没水落石出 根据了解林世杰平常就有爬大洞山的习惯 一个礼拜大约会有两到三次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爬山的习惯被锁定 喜欢结交各行各业的朋友想不到却命丧枪下 林世杰在台南相当活跃 他初号叫土鸡黑白两道吃得开 不过2022年卷入政府议长会选案跟恐吓议员方一丰案 议员方一丰被林世杰请上乡行车 知道他议长投票要投给谁 那方一丰觉得自己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向警方报案 去年一月遭到收押 林世杰为了自证清白还宣布垂除民进党 他人地院今年四月以犯罪证据不足判决无罪 可能跟虎虎有关系吗 我不知道 你都说是骄傲的 骄傲不是骄傲的事我也不知道 你说什么 我们不方便说的 现任医员父亲走到枪杀 曾经和林世杰一起拼选战的台南市长黄伟哲 也要求警方要查明真相 而这情命案也让地方联想到2022年的台南雪甲八八枪击案 凶手都是清晨犯案 八八枪击案是幕后黑手雇用枪手 这位行凶的嫌犯疑似也是受雇于人的枪手 被暗藏什么样的利益纠葛还是恩怨 警方将持续仇择检离清案情 静新闻综合报导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